欸 蠻危險的耶 賣場手扶梯鋪了長長的綠色地毯 這不是在辦活動 而是手扶梯被地震震壞了 手扶梯快電話不能動 所以我們不建議你們推手扶梯上來 怕會啦 會有危險 很多人推著上下樓 都有點啪啪的感覺 實際推車小測試 因為輪子的溝槽被地毯擋住 有點難控制 我知道他們好滑耶 全都是各一啦 因為畢竟一個人走一趟 有時候後面如果車來的話 會比較危險 賣場工作人員早就有stand by 一看到有人推車就會上前幫忙 光是一天就要推個三四十台車 台南安平這間賣場 手扶梯在地震中受損 為了安全起見停止運轉 但沒封閉 上下樓得用走的 但因為手扶梯的溝槽 會卡住輪胎根本推不了 賣場鋪上綠色地毯 明言交代應急 搞了半天 這些全是地震惹的禍 鋪地毯是為了方便推 手推車 業者為了安全起見 加派人力幫忙推車 但考量維修材料 進口需要時間 手扶梯才會半個多月都沒修好 也保證會盡快修復 但很多消費者就擔心 推車裝重物下樓會發生危險 三年前上海一間超市 因為推車裝載重物失控 高速滑下來 撞死不人 手推車意外 還記憶猶新 也難怪消費者 看到手不提褲杖 撲地毯 會有怕怕的感覺 據劉修佩如 台南報導 有